据中国外交部2018年12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问答内容可知,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19-2021年成员国会费和维和贪款笔合决议,中国将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贪款国。 对于关心联合国,关心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,关心中国的国际责任的人来说,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,是一个重大消息。 在24月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,在回答记者关于联合国会费及维和贪款问题时,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有极点值得注意,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大,但仍是发展中国家,将履行作为发展中国家,对联合国应进的财政义务。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确定联合国会费的支付能力原则。 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贪款的大幅增长,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的体现。 希望各方认真执行好联大举议,并敦促各国都及时足额奖难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贪款,确保联合国有稳定,可预测的财政基础。 把上述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与三年前,也就是2015年,中国开始承担7.921%。 在联合国会费,10.2%的维和贪款时,外交部的表态对比以下的话,可以发现,中国对待联合国会费的立场是一月以贯之的,今年及2015年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联合。 国会费的表态界外交部网站 HTTPS www.fnplc.gov.cnweb.fot673021624635 中国从来不拖欠联合国会费,因此在联合国信誉良好。 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,世界上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联合国会员国是进的会费的。 上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表态说,多处各国都及时,足额缴纳联合国会费额维和贪款,实际上是间接与美国对比和提醒这个世界,中国增加会费切不拖欠,美国还拖欠着会费。 美国曾经缴纳25%的联合国会费,后来这一比例下降为22%。 从1985年起,美国就开始拖欠联合国会费。 从近十几年来,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逐步提升的趋势来看, 在下一个三年,即2022至2025年,中国缴纳的会费,仍然将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名列第二。 若比例仍然不变,而中国经济在这三年里继续增长,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的绝对数则在增加。 中国缴纳如此巨额的会费,要不要像美国那一样,在联合国的预算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,即监督联合国用好会费。 美国因为联合国的官僚主义,浪费的而拖欠会费,中国是否将来也要考虑, 如果联合国不符合中国的要求就拖欠会费,以推动联合国改革。 而且,中国是否要告诉现在和未来的联合国,中国也是会严格要求联合国的。 这些要求包括一些大捷和小捷,联合国要真正解决全球问题,推进真正的全球距离。 联合国要有更多的中国代表,改善中国的代表性,和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务员。 请不要误解,笔者在此提出这些问题,完全不是要让中国去复制美国模式的意思。 而是想说,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也许迟早会遭遇到美国在联合国中的遭遇的问题。 这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决定的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美国这里可以主要指美国国会,对待联合国的态度,除了起国家自私的本性和本能,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。 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的经验,对中国不无解见价值。 中国与联合国之间关系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,也不该一成不变,而是应该有转型。 成为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的时刻,正是中国塑造转型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刻。 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,包括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的转型。 中国如何在联合国改革中发挥关键的,持续的作用。 最后,我认为,中国的大学要培养,更多懂得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国际组织体系的学生。 不一定非要一窝蜂建立很多的国际组织学系,设立许多的国际组织专业,而是要让大学生清楚,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继续上升。 不管学习哪个专业,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知识是重要的。 旁观是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,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旁中英的专栏,从理论到现实,多维独间读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、全球治理等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 哎哟!